我娘是将军 他练剑时不慎将鞋踢掉 被安贵妃的弟弟撞剪 他捡起我娘的鞋 扔进盒中 还色咪咪地盯着他的脚 吟笑着点评 沈将军嘛 虽然是个母老虎 男人婆 但这狱却细嫩白皙 在床杖中把玩起来 一定别有一番风味 日后 经中关于我娘的黄妖传的沸沸扬扬 我哥哥愤怒至极 打算去报官 可谁知 安贵妃怕我哥哥报官后 他弟弟的前程被毁 于是就恶人先告状 在皇上面前编造谗言 说我哥哥意图谋反 皇上将我家满门抄斩 血腥气弥漫了整整一条街 而安贵妃则立下大宫 万民爱戴 美名远扬 被封为皇后 但他们都没想到 我活了下来 而且还进了宫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当今皇上酷爱围棋 在宫中养了许多骑士 我女扮男装入宫 成了皇上最爱重的骑士 我明白建青 年锦时期 大家都尊称我建青先生 长安城里人人都说 建青先生一袭白衣 月下一棋 冷秀如心月 对手常常看待了他的容貌 忘记落子 没人知道 我想当的 不是皇上最爱重的骑士 而是皇上最爱重的妃子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该死的人去死 这天晚上 皇上陪成行 照例来清新殿找我下棋 却愣在原地 不止皇上愣住了 他身后的一众侍卫也愣住了 因为 平日里清冷自持的建青先生 竟然满身酒气 坐在院里的树下 抱着膝盖 呆呆望着夜空 裴成行这样的年轻帝王 本就不拘于古板礼节 加上我又是他最爱重的骑士 见我这样 他不觉得失礼 反而觉得新鲜 裴成行又了一声 哈哈大笑 建青啊 你平时总是面无表情 一本正经的 原来 喝醉了 竟是这样呆 我最后眼尾飞红 平天几分清宴 我迷蒙开口 陛下 沉得舞跳得甚好 陛下看不看 裴成行文言 更是笑得直不起腰 建青啊 你真是醉了 我仰起脸 固执地追问 看不看 裴成行就当是寻个乐子 好笑地说 看 来人 去把乐师找来 为建青伴奏 我摇头 陈跳舞 从不用伴奏 因为 陈能边奏乐边舞蹈 裴成行顿时有了兴趣 哦 死话当真 我站起身 抬手在几个琉璃盏中倒上酒 酒的水位高低不同 裴成行带着笑摇摇头 只当我在瞎闹 但下一秒 我舒展衣袖 开始起舞 我的衣袖上坠了玉石 舞动的时候 以衣袖积琉璃盏 玉石和琉璃相碰 点点清月之音连成一片 居然顿时成歌 裴成行愣住了 夜幕沉沉 唯有我雪白衣袍慢卷 随歌起落 宛如黑暗里绽放的一只纯白梨花 美得灼痛视线 漫天心斗 也为之黯然失色 突然 当当 一声响起 裴成行身后的侍卫中 竟有人看呆了 连手中灯笼都掉落在地 那侍卫顿时跪下请罪 裴成行却没罚他 裴成行站在原地 正正看着这击斩之舞 手中酒杯早已经清洗 酒水洒满手背 他也浑然不觉 可下一秒 我似是醉意上头 脚下一只 眼看要摔倒在地 裴成行登机前 就是中皇子中 骑射最优的一个 他反应极快 动作利落 稳稳接住我 我毫不害怕 在他怀里闭着眼睛 就睡了过去 裴成行还停留在 那一舞惊心动魄的美中 好一会才回过神来 他好气又好笑地 把我架起来 身后李公公叽叽道 皇上 别累着龙体 让奴才来吧 裴成行懒得理他 毫不费力地把我抱起来 就往店内走 我在他怀中 就像一片剪纸般 毫无重量似的 我梳发的发带掉了 墨发清洗而下 垂落在他肌肉线条 流畅的手臂间 鞋子也掉了 在月下露出脚踝和赤足 我身上樱桃酒的甜香 混着梨花清香 在床障间又一散开 裴成行闻到了 将我丢在床上 只起身嘲笑我 则 樱桃酒也会醉 樱桃酒也算酒 震 他话没说完 却戛然而止 因为我半梦半醒间 扯了一下衣襟 筋口顿时松松地散开 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 烟红的樱桃酒株 顺着锁骨缓缓流下 流进衣袍深处 莫发微湿 贴在鲜白的颈上 让人忍不住产生 上手拨弄的冲动 加上我脸孔雪白 眼下泪滞又飞红 这样踏雪寻眉般的对比 最后更显清艳 这样看来 竟然如女子般 裴成行将在原地 原本要说的话 竟是全都忘了 一时间 大殿里安静地落针可闻 这寂静只持续了几秒 下一瞬 裴成行粗暴地扯过被子 整个盖住了我 我面泛桃花 双唇湿润 声音微雅 暧昧尼南 热 裴成行面红耳赤 竟然一把捂住了我的嘴 我睁开水汽迷茫的眼睛 无辜地看着他 他闭上眼 不去看我 只深吸一口气 白见清 朕命你少发出这些 这些不男人的声音 知道吗 你给朕男人一点 我顺从地点点头 陈灵指 他一时语色 似是很生气 甩开衣袍 转身大不留心地离开 只是脚步声中 竟能听出一丝心慌意乱 他离开后我 我睁开眼 我眼中一片清明 毫无罪意 裴成行还是皇子的时候 就是所有皇子里 最有名的一位 就被亲封太子 而且 他的生母是当时的皇后 美貌过人 压过一众厚妃 所以 裴成行的相貌 也是一等一的好 轮廓伶俐 鼻梁萧挺 眉眼锋锐 肩宽腰窄 举手投足 都能引起少女心中的桃花泛滥 他还是太子时 打马而过长安街 穿着象征东宫之主身份的紫衣 身后跟着一众亲卫 天之骄子衣袍裂裂 脸眸侧马 长安城灯火繁华 此刻竟也沦为他的背景板 他的生母是最尊贵的皇后 他又是当时皇上最爱重的太子 相貌 出身 荣宠急于一身 裴成行 是从出生起 就拥有一切的人 他向来是傲慢自义 屁腻天下的 今晚这样的慌乱事态 很是罕见 我知道 这一步棋成功了 阿娘 哥哥 你们能看到吗 阿娘不是我的亲娘 哥哥也不是我的亲哥 我本是孤儿 五岁开始以乞讨为生 我十岁那年 路边棋摊的老板 拉我赌棋 他看我年幼 以为我赢不了他们 想赚我的钱 但是 那天我连胜十七盘 赢了整整一口袋银子 对手连裤子都输给我了 围观众人 经得手里茶杯都掉落在地 其摊老板脸都绿了 他不但没有给钱 还带着人把我围起来 推推嗓嗓 你个女孩子家家 在这里抛头露面 是什么意思 就这么喜欢找男人下棋 我看 他长大了 也是个当妇 有壮汉嬉笑着解开裤带 既然小妹妹这么缠男人 紧拳头 故作镇定 今日赢的钱我不要了 失陪 先走一步 我转身要走 却被人狠狠推回来 嗯在地上 壮汉嬉笑着 他臭烘烘的身体就要附上来 我却突然看见荧光一闪 一柄未出窍的长剑 横在壮汉与我之间 那天的场景 我永生难忘 一个冷面少年身着明光铠 骑在高头大马上 他单手直将 手握长剑 身姿鼻挺 面容冷峻 带着明显的军人气质 他的身后跟着一队士兵 各个训练宿 等他下令 他与其冷静 毫无感情 当街挑事 非礼女子 拉去衙门 定罪处理 顿时有几个士兵领命 不顾其他老板和壮汉的磕头求饶 将他们全拖了下去 事情解决 少年将军垂眸 看见了遍体鳞伤 穿着乞丐衣服的我 他眼中有侧隐之情闪过 他对我伸出手 你可愿随我到长安 我呆住了 我只觉得 有什么东西 明亮无比 灼灼然痛双眼 要到很多年之后 我才明白 他的剑还在翘中 所以 明亮的不是剑锋 而是他的面容 这明亮的光 如匕首般 刺进我浑浑噩噩的人生 我握住那只手 他的手稳定而有力 我没费什么力气 便跃上了马背 他是沉默的人 一路上只说了一句话 和他耳后的造脚清香一起 散在风中 我名沈运良 是当朝少将军 你可换我哥哥 将军府人口很简单 除了仆人外 就只有哥哥和阿娘 阿娘是当朝将军 哥哥是当朝少将军 哥哥把我捡回去后 阿娘是我围挤出 他认真的给我扎辫子 大嗓门带着笑意 哈哈 本将军早就想要一个女儿了 现在不但有了女儿 女儿还又聪明又可爱的 小乖乖 看阿娘把你喂饱饱啊 哥哥正坐在梨花树下读冰书 文言 他依旧坐得笔直 目不斜视 但唇角却带上隐约笑意 一晃六年过去 日子幸福温馨 哥哥比我大四岁 他又呈停训 恪守鼓里 但因为冷翘帅气 又军功显赫 年少成名 所以长安无数贵女 约他踏清品酒 但他说男女大房 全都拒绝了 揉碎了不知多少少女芳心 即使对我 他也并不亲密 但是 我喜欢梨花 每日清晨 他练剑归来 都会在我窗帘上放一枝梨花 我喜欢下棋 他搜罗了许多绝版的珍贵古朴 还找来价值连城的 陈香木棋盘 让阿娘转交给我 我找他道谢 他捧着脸 没有看我 低头把岸上兵书摆来摆去 威震边疆的冷面沙神 竟然红了耳尖 不必多言 梨花只是随手摘的 棋谱和棋盘 只是邻居送的 可是梨花树那样高 邻居也不曾来访 哥哥笨蛋 撒谎都撒不圆容 后来 哥哥出发巡视边疆 要暂时离家 临行前 他从怀中摸出 从不离身的回血短刀 递给我 不苟言笑的他 第一次说了这么长的句子 见清 这把刀为你割了六个春天的梨花 上面总有花香气 日后我上战场 也不想让他沾上血迹 还请你收下 作为临别赠礼 我惊讶地看着他 哥哥有流风长剑 回血短刀 这是一对上古神兵 价值连城 几百年来 从未被拆散 我十分犹豫 不知应不应收下 哥哥弯下腰 将回血短刀放在地上 而后弯起长眸 对我笑了一笑 转身离开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 他治军极严 威名在外 人人又惊又怕 但笑起来 却如春水化冰 分外好看 哥哥走后 这日 阿娘照例去后山练剑 阿娘的鞋不慎踢掉了 他刚要捡 却被另一只肥胖的手抢了先 安王色眯眯地看着他的脚 仰手就把鞋丢进河中 沈将军嘛 虽然是个母老虎 男人婆 但这狱却细嫩白皙 在床杖中把玩起来 一定别有一番风味 他吟笑着上前 美人 他们都说 沈将军你守寡多年 你想必饿得很吧 今天就让小爷好好滋润你 阿娘跳起来 把他踹翻在地 上去就是一顿暴打 安王被打得屁滚尿流 滋挖乱叫 连连告扰 女英雄 我错了 我下见 我下见 阿娘横眉立目 以后再敢轻薄女子 老娘把你打得后悔生出来 我刚好上山给阿娘送饭 见状 我觉得不妙 阿娘 我见过他当街抢抢民女 这种玩裤子弟 你今天若放他走了 他日后必会回你清狱 掉落在头上的叶子 问我 那咋办 傻 阿娘呆住了 愣愣看着我 我声音冷静 仿佛只是在分析一个棋局 此人作恶多端 早就该死 奈何后台太硬 连官府都拿他没办法 这里四下无人 他又是独自一人 到时我来毁尸灭迹 必不会留下证据 安王吓傻了 他连连磕头 泪流满面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 我知道错了 我的祖母 我的祖母 她已经七十岁了 她最爱我 如果知道我死了 祖母也会死的 求求你 阿娘犹豫了 这毕竟是活人 不是棋子 不能说杀就杀 阿娘多年来 待我如亲生孩子 我一直不曾忤逆她 于是我犹豫了 就在这时 安王肥胖的身躯 如皮球般窜起来 撒腿飞奔 顿时跑远 安王的父亲是丞相 姐姐又是宫中的安贵妃 他家是显赫 从来没受过毒打 也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他怀恨在心 蓄意报复 那日后 长安城街头巷尾 九四茶坊 都传出阿娘的黄谣 我就说 女人哪能当将军 我看啊 他那个将军 估计就是从军中营帐 一个个睡过去 把男人们服侍好了 才当上的 哈哈 哪天小爷 我拿包合欢药 钻进他床帐中 也尝尝他用狱卒 迷倒男人的手段 你小子倒是会享受 咱们到时候一起上 哈哈 他一个女子 居然光天化日下露出脚来 不检点 我呸 传言不堪入耳 阿娘急火攻心 很快病倒了 昏睡不醒 哥哥闻言 立刻告了假 日夜兼程从边疆赶回来 准备去官府 为阿娘报官 我配合哥哥 忙着搜集证据 安贵妃得知 十分害怕 因为若少将军亲自报官 他绝对保不下 自己的弟弟安忙 所以 他联合母家丞相府 捏造哥哥谋反的证据 恶人先告状 上报帝王 帝王裴成行震怒 下令将神府满门抄斩 天子一目 雪见十步 巨变就发生在一瞬间 哥哥还没赶回京城 没来得及报官 就被人扣押在一站 砍了头 行刑官已经到神府门口 府中哭嚎一片 阿娘拖着病体 正正看着窗外 贱卿 你是最厉害的骑手 也是最聪明的人 你的话从未有错 是阿娘错了 那日 确实该杀 他流下泪来 确实该杀 我用常年执起的手 为他擦去眼泪 压下心中脚痛 阿娘 善良的心是珍宝 你没有错 错的是安王 错的是安贵妃 错的是皇上 我还要说什么 阿娘却突然扬起手 一掌劈在我的后颈 我顿时软软倒下 被阿娘抱在怀中 他的声音变得冷静利落 仿佛又成了战场上的沈将军 在下果决的军令 徐妈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我今天死期已到 但是贱卿不一样 你带着他 从密道逃出去 我已经死了一个儿子 不能再死一个女儿 阿娘是个粗人 不太会说祝福的话 他最后只摸了摸我的头发 贱卿 不要恨 要幸福过一生 两日后 我在逃往边疆的马车上醒来 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将军府满门抄斩 阿娘和哥哥的头颅 被挂在城门外 安贵妃阻止谋反 立下大功 被封为皇后 万民爱戴 美名远扬 我一掌打云马夫 亲自驾车 掉头回了长安 阿娘 哥哥 我是最厉害的骑手 我要为你们 以身入局 下一盘棋 最久后的第二天 我照例去和裴成行对议 他没看我 只抬手示意我坐下 对议时 我和他不经意指尖相碰 他的指尖都在发烫 裴成行猝然起身 一袍带起棋盘 黑子 白子 顿时全都掉落在地 一片叮当落地之声 我立刻跪下 臣不慎冒犯陛下 请陛下降罪 裴成行没有降罪 但也没有说话 只是头也不回地离开大殿 接下来的几天 据说裴成行 一直待在藏书阁里 确认他离开后 我也进了藏书阁 我一排排书架找过去 最后停在了一个书架前 书架上 几本治疗断绣的骨骑 明显刚被翻动过 我勾起唇角 指尖轻轻划过骨骑封面 裴成行并不是断绣 他对我动了心 又以为我是男子 所以才误以为自己是断绣 现在时候到了 我的女儿身也该暴露了 这是一招险棋 当我五岁开始下棋 你在街边和人赌棋为生 这么多年来 我最擅走的 就是险棋 一周后 宫中出了一件大事 甚至不止宫中 整个长安城都轰动了 文明长安的围棋国手白建青 居然是女子 据说是建青先生体弱 皇上之前刺了建青先生 去宫中药泉沐浴 结果一次偶然 皇上前往药泉 不小心撞破了建青先生的女儿身 裴成行坐在龙椅上 我跪在大殿中 一旁的丞相一份填膺上奏 陛下 白建青犯下欺君之罪 应游接七日 斩首示众 裴成行作为被欺骗的君王 却毫无愤怒之色 他挥挥手让丞相闭嘴 却望向我 我的声音清晰平静 仿佛回到那些对异的日子 我只是在为他指出 一盘不佳的棋局 丞相明智 罪人白建青犯下欺君之罪 应游接七日 斩首示众 丞相冷哼了一声 裴成行顿时咬紧了牙 朝中的赵上书 最会揣摩圣意 见状 谋光一转 立刻出列 跪在地上 陛下 臣反对 白建青是我朝围棋国手 奇迹京战无双 臣恳请陛下 饶白建青一命 彰显陛下爱财之心 周副将也马上出列 陛下 臣以为 白建青奇异了得 是陛下的知音 高山流水 知音难觅 臣不忍让陛下 失去自己的知音 既然他不能以 预期管臣子的身份 留在宫中 不如就以后妃的身份 留在宫中 最是合情合理 这话确实说到 裴成行心坎上了 裴成行是爱奇的人 对于爱奇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 不是名贵奇子 精雕奇盘 而是对手 我是他知音一般的对手 丞相的女儿是当今皇后 他瞥我一眼 似是被那一点 飞红的泪至刺了眼 顿时一开目光 跪地反对 不行 这霍水不能入后宫 他 他欺骗陛下 有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后患无穷 必须问斩 回答他的是 裴成行的一声讽笑 轻轻一声笑 却让百官立刻安静 浸入寒蝉 丞相浑身一僵 裴成行单手脱腮 似笑非笑 语气中带着寒意 丞相 霍水是什么意思 这是在说 朕一直在和祸水对异 论策吗 奇怪 那按照丞相的意思 朕似乎是昏君啊 此言一出 文武百官全下破了胆 顿时乌泱泱跪了一地 陛下决断有度 至生之名 习闻歼武 乃一代明君 丞相连连磕头 咚咚闷响 传遍大殿 陛下 臣不是那个意思 臣不是那个意思 臣 陪成行站起身 理了理袖口 轻飘飘打断他 哦 不是那个意思就好 既然丞相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按照赵尚书和周副将的意思办吧 裴成行转身离开 心情很好的样子 话音随风而过 传进文武百官耳中 围棋国手白剑青 内外兼修 德色兼备 奇异精湛 谋略过人 一言一行清和文雅 一皮一笑倾国倾心 取一个倾字 封为清妃 百官叩手 声音响彻大殿 皇上盛名 臣等见过清妃娘娘 清妃娘娘金安 消息传到皇后耳中 他掰断了一柄御书 后宫中 裴成行对所有妃嫔都不太上心 总是冷冷淡淡的 只有皇后是例外 裴成行对皇后 与其说是爱 不如说是敬 皇后的生父是当今丞相 她身份贵重 而且还十分善良 有一次 小宫女端茶撞到了皇后 皇后不顾自己的烫伤 却着急地问小宫女有没有被烫到 把小宫女感动得泪眼汪汪 皇后美名远扬 在后宫中 人人都说 皇后温柔大度 心地善良 更何况 提前阻止了逆贼 不知拯救了多少性命 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裴成行对他 十分信任 尊敬 得知我被封为清妃 他找到裴成行 常跪不起 陛下 臣妾本不应多言 以免落下善度的名声 但 臣妾宁愿名声受损 也要说一句 陛下不可封贱亲妹妹为妃 而应该封为常在 因为 皇上将贱亲妹妹封妃 怕是会招来嫉恨 贱亲妹妹出身寒威 没有母家倚靠 肯定会被欺负的 臣妾不忍心看到 他刚刚入宫 就被大家孤立 裴成行皱起眉 这有什么好孤立的 皇后依旧跪着 言辞恳切 陛下 您不懂女人的劣性 臣妾没有劣性 不代表其他女人没有 裴成行挥挥手 示意她不必跪着 皇后有心了 但 常在也太低了点 还是封贵人吧 皇后温柔地点头 眼底闪过一丝快意 陛下盛名 如此 我改封亲贵人 入主清心殿 我入宫后 恰好赶上百花燕 我没戴什么首饰 只用水红琉璃钗 挽起长发 和眼角一点红色类纸箱呼应 即使身穿越白宽袍 也不至于太素 我刚踏上花园小镜 却突然被人重重一撞 摔倒在地 发肩琉璃钗顿时掉落 摔得四分五裂 撞了我的丽萍 眼底闪过快意的笑 却装得十分着急 哎呀 这可如何是好 亲妹妹 我给你行李赎罪吧 她刚要行李 却被皇后拦住了 好了 都是姐妹 一点小事 不必这样严肃 丽萍顿时直起身 眼中笑意更加明显 皇后嘴角 也带着微不可查的笑 但语气却温柔体谅 主持大局 丽萍 你怎得把清贵人的钗子撞坏了 下次可不许这样莽撞 她不痛不痒地说了丽萍 转过脸说我 清贵人 你的钗子掉了 一关不整 本宫安准你不必复宴 回宫休息 以免待会冲撞皇上 文言 丽萍得意之色更盛 带着笑教育我 清妹妹的钗子也太易碎了 下次还需注意 她话音未落 却戛然而止 裴承行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到了 只是没让人通报 她穿着闲散的窄袖长服 腰间配着一块天水白玉 伸出一根骨节分明的手指 懒懒拨开挡在眼前的一根花枝 裴承行撵了众人行李 她神色难辨 语气很淡 继续说 丽萍衣袖下的双手紧握 勉强说完的话 臣妾只是想劝清妹妹 下次还需注意 不要带这样一岁的钗子 以免多生事端 她故意挑衅 却反过来说 是因为我的钗子一岁 刚刚的场景 裴承行不知看到了多少 众人都以为 我会趁机阐明事实 又是一场唇枪舌剑 或者是向皇上捶泪讨莲 让皇上心疼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 我的神色没有一丝连衣 语气平淡安静 顺着丽萍的话接了下去 丽萍娘娘说的对 世间好物不兼牢 琉璃易碎踩云散 琉璃拆灵动却易碎 金银拆不易碎 却又少了几分灵动 可叹世间是大都如是 不能两全 我站在半透明的阳光中 没有了束发的钗子 长发如墨和倾斜 躺过肩头 白衣墨发 整个人像是水墨卷轴中的异景 和一种绫罗袍 金不摇格格不入 裴承行正了一瞬 眼中有欣赏知情闪过 她嘉许 果然 再精致的绫罗与金银 都比不过清风和月华 皇后的笑容 一向如面具一般焊在脸上 此刻居然出现了一瞬的扭曲 但她很快便走到裴承行身边 一同欣赏地看着我 微笑道 青妹妹确实气质出众 不恼不韵 更添折仙神韵 把咱们其他姐妹都称得俗气了 死言一出 我顿时感觉有妃嫔恨地看着我 我规矩行礼 陛下 臣妾衣冠不整 不宜赴宴 先行告退 我走后 裴承行淡淡扫里眼丽贫 既然不会走路 就贬为常赞 回宫尽足吧 丽贫顿时跌坐在地 原来 她竟是全都看到了 裴承行转身离开 开口下指 清贵人即日起风为清飞 皇后呆住了 陛下 裴承行的语气不容置疑 贱卿本就是不会生气 不会告状的性子 这要是不给她高位分 一个小小的贫 都能把她欺负了 皇后几乎咬碎了牙 却牙口无言 只能抢笑附和 陛下所言即是 臣妾领旨 一直以来 皇上对后妃都很冷淡 唯独皇后是例外 但现在 一指风飞令下来 我成了皇上最宠爱的后妃 打破了这样的局面 裴承行连着几天和我下棋 日日塑在我的宫中 一时间 我的名字传遍后宫 风光无两 小和笑盈盈告诉我 娘娘 现在那些宫女闲暇时 不讲话本 也不斗区区了 她们都在学您走路 喝茶的姿态呢 大家伙都说 能学出娘娘半分仙气 那也是极美的 只有我知道 皇上对我 很可能只是一时新鲜 她最爱 最静的 依然是皇后 这天 我们正在下棋 皇后却来了 她穿着淡色衣袍 长发只用一根钗子松松挽起 披三肩头 颇有几分仙气 不像皇后 倒像妃子 她从我宫门后探出一个头 很不好意思似的 皇上顿时笑了 皇后 怎么都当了皇后了 还像小孩子似的 皇后不好意思地走出来 迎迎行礼 陛下 臣妾 臣妾想要一样东西 实在等不及了 陪成行停下落子的手 什么东西 皇后眼睛亮晶晶的 陛下 西域新晋共了一只波斯猫 据说两只眼睛的颜色都不一样 很是可爱 臣妾 她揉了揉发烧 红了脸 臣妾想要那只小猫 平日里温柔大肚 端庄持重的皇后 居然还有如此可爱的一面 陪成行失笑 你想要 这还能不给 只管拿就是了 皇后顿时笑了 眉眼流转 很是灿烂 臣妾谢陛下 那臣妾这就去接小猫 然后 臣妾还要给她洗澡 陪成行笑了 站起身 扶起皇后 朕和你一起去接小猫 陪成行和她一同离开 甚至忘了看我一眼 皇后回眸扫了我一眼 满眼挑衅之色 我坐在树下 静静收拾棋局 她这么在意这个男人的爱 那失去的时候 一定会生不如死吧 真期待呀 三日后 出了一件大事 东营使者来朝见 还带来一位骑士 陛下 这是我们东营第二厉害的骑士 名叫山田信 今日特意带来 想与大洲骑士切磋一番 这话说得很狡猾 先点明了 山田信只是东营第二厉害的骑士 就算他们输了 也有退路 这毕竟不是东营第一厉害的骑士嘛 但是 如果陪成行说 要让大洲最厉害的骑士迎战 就会显得过于看重输赢 欺负他们 这一盘棋 关乎国家颜面 朝堂上的大臣们都面面相去 低声讨论 陪成行坐在顶端的龙椅上 却毫不在意时的 挥了挥手 既然如此 朕就让大洲最年轻的骑士和你们下巴 陪成行唇角围钩 来人 宣亲非觐见 对异的地点 定在长安城最豪华的酒楼 因为皇上喜爱围棋 所以上至皇亲国妻 下至平民百姓 都争相学习围棋 举国上下 围棋之风盛行 加上今天这场对异 又关系到我朝颜面 所以 酒楼里 挤满了朝廷重臣 皇亲国妻 酒楼下 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百姓 嘻嘻嚷嚷 呼声震天 酒楼被围得水泄不通 连附近的树上都爬满了人 伸着脖子往酒楼里看 我和山田信 坐在酒楼的最高层 四面毫无遮挡 能感受到无数灼热的目光 我执黑掀手 下了第一步棋 这盘棋 从清晨下到正午 黑白棋子密密麻麻 如诡诀的波浪交错 我依旧是清冷平静的样子 但山田信的后背 却全部汗湿了 旁观者无论是从局势 还是两人的神态 都能轻易看出 我和他实力悬殊 他输定了 东赢使者的脸色 渐渐变得难看 楼下已经有百姓 开始提前欢呼庆祝 夏日风好 吹起我的宽袍大袖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我捏起一枚黑子 落下了最后一步 棋子和棋盘相碰 如春夜花开 轻轻一响 楼上楼下的庆祝声 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一时间 静默地落针可闻 那是难以想象的一步棋 我将自己的大片黑子 全部抛弃 于是我和山田信一子不差 形成合棋 山田信震惊地抬起头 瞪大双眼 呆呆地看着我 走出这样精确的合棋 比赢棋还要难上十倍 对算力的要求 非常人能及 一片寂静中 我依然神色凝合 对东赢使者和山田信开口 声现清晰如水 我朝与东赢 亦如此棋 黑子白子 并非输赢的对立 而可以相和 裴成行站起身 大笑着鼓掌 好 我此举 即彰显了大周 不计较输赢的气度 又彰显了大周骑士 精湛精确的水平 东赢使者顿时笑了 他跪地抱拳 心服口服 是在下错了 东赢和大周 并非输赢的对立 而可以相和共赢 楼上楼下 顿时被欢呼声充满 许多艳丽的花朵被抛向我 百姓们钦佩无比 清妃娘娘真了不起 真为咱们大周争光 清妃娘娘真美 她下棋的时候我都看呆了 你们说 清妃娘娘 是不是长安第一美人 那当然 本来我可热了 但是看一眼清妃娘娘 心就像被水洗过一样 心里什么都不烦了 平静得很 清妃娘娘真像画本里的月宫仙 啊娘啊娘 她是不是仙子呀 舅舅 还要以后娶妻子 能不能娶清妃娘娘这样的 赞扬感叹排山倒海 酒楼上听得一清二楚 我却毫无得意之色 常年静淫在黑气白子中的人 难免多了几分冷清 静气 我坐在那里 仿佛数热都被驱散 连一项严苛的地狮 都捋着胡子 欣赏地看着我 陛下 民间有言 静见清如静春水白玉 说的可是这位妃子 裴承行欣赏地看着我 笑得很失开怀 正是 建青 今日你是大洲的功臣 想要什么赏赐 尽管说 我跪下行礼 千何从容 陛下谬赞 臣妾不过 骑行方寸减 比不得陛下和诸位重臣骑天下 自是不敢要赏赐 裴承行亲自把我扶起来 帝师眼中赞许之情更胜 皇后的表情 却有些扭曲 本来他才是长安第一美人 还抓到了谋反的沈少将军 名扬天下 但现在他也坐在酒楼里 却无人在意 帝师 百姓 皇亲 文武百官 帝王 都只看着我 都只兴奋地讨论我的那一朝起 他脸上带着笑 却几乎咬碎了牙 看向我的目光如脆了毒斑 自那日后 长安城里人人皆知 清妃娘娘自以己美 奇异无双 风度绝佳 路过他身边的阿猫阿狗 都能增加些仙气 难怪对女子一向冷心冷情的皇上 会独宠清妃娘娘 据说清妃娘娘和山田信合起之后 戎宠更上一层楼 是皇上捧在心肩肩上的人 长安城中 顿时流行起白衣宽袍 女孩们都把声音放得瓶颈如水 还纷纷在眼下用胭脂点上类质 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 顺利进行 但是 最近有一件事 很是蹊跷 裴成行最近夜夜 待在勤政殿 殿中彻夜灯火不灭 直至天明 而且她平时每天都要找我下棋 现在却许久没来 太反常了 我坐在棋盘前 苦苦思索 难道她发现了 我和周副将联系的性格 还是说 她发现了我的身世 我的贴身侍女小和 是周副将的人 小和走到我身边 照例为我更换棋盘边的梨花 梨花清香中 我冷冷落下一子 小和 随便找个点心 香囊之类 说是我亲手做的 送到勤政殿 借此机会 把该打探的东西打探一下 小和对我行礼 奴婢明白 下午 小和从勤政殿回来 失魂落魄 娘娘 不对劲 我送香囊进去的时候 皇上已经提前 收起了手里的东西 神色很是奇怪 我四处打探 什么都没打探出来 似乎是刻意瞒着的 皇上可能已经发现了 娘娘您的目的 小和要落泪 却又忍住了 我心中一灵 无意识捏起一枚棋子 我只见凉的精心 摸到冰冷的玉石棋子 都觉得带点暖意 小和 人生如奇 如果我输了 那就是我记不如人 其差一招 我愿赌服输 我会让周副将 接应你出宫 再让练装师在乱藏岗 找一具女士化妆成你 保你万全 小和顿时哭了 牵住我的衣袖 娘娘 门外突然传来 李公公的通传 皇上驾到 我和小和跪下迎接 裴成行大不留心走进来 以往 他都会第一时间让我平身 但是 今天却没有 他身后的侍卫 端来一个银盘 是毒酒 还是白铃 裴成行终于开了口 他语气平静 我敏锐地察觉到 这份平静下有惊涛骇浪 平身 我站起身 夏日皇宫里 处处绿意泼洒 和银盘上的 那只翡翠钗相应成去 对 翡翠钗 不是毒酒和白铃 小和松了一口气 差点站立不稳 幸亏裴成行只盯着我 没察觉他的反常 裴成行的声音淡淡的 却能听出他藏起的兴奋和得意 那日爱飞在百花宴上说 琉璃拆灵动却易碎 金银不易碎却呆板 翡翠是最硬的玉 翡翠钗不易碎 且内有兵种 闭塞灵动 不会呆板 我沉默地站在原地 没有跪下行 小和急得恨不得跺脚 频频给我使眼色 裴成行却没有在意 他从银盘上拿起翡翠钗 为我沾上 后退两步 举起银盘给我当镜子 眼底有一抹紧张的期待 喜欢吗 我抬眼望向银盘 整个翡翠钗 近似透明 但翡翠内有一只 兵种贯穿拆身 在拆头汇聚 凝成闭塞 被雕刻成一朵精巧的 灼灼梨花 这是进贡的玻璃种翡翠 闭塞流动 品相稀有 十分珍贵 裴成行的手指上 有许多细小划痕 看形状 应是雕刻所伤 勤政殿的彻夜灯火 原来是为了翡翠 拆上的一朵梨花 我点点头 喜欢 裴成行唇角样出笑意 时光像是突然间回头 从前有一个人 也给我送过梨花 但他死在裴成行手里 夏日阳光温暖 我却觉得冷 我跪下行礼 补充道 谢陛下 皇上为清妃娘娘 通宵客差的事 很快就传了出去 成为长安城里 一段浪漫佳话 皇后文言 表面上依旧是温良的样子 私下里却把猫梯的半死 砸烂了好些雌气解恨 第二日 宫中传出许多流言 清妃之前女扮男装 天天泡在男人堆里 真是不检点 脏死了 是啊 别看他平时装的清高 其实就是个荡妇 还好意思说是长安第一美人 对 他出身寒威 哪里配得上这个妃威 也就是在男人堆里 学了床上功夫 狐媚了皇上 应该彻底查查他的出身 说不定啊 来路不正 是什么娼妓 罪人之女呢 小和气得撕破了手卷 娘娘 这流言定是皇后传的 我拆开从宫外送来的新棋子 不动声色 一一摸过棋子底部的刻字 小和很是着急 娘娘 若是传到皇上耳中 可就不好办了 就算皇上不信 也会在心底埋下怀疑 那我们的计划 我摸完一盒棋子 明白了宫外的最新动向 便将一整盒御棋子 递给小和 把这盒棋子 倒进后院的井里 那口井是活水 骑上刻痕疾浅 在水里冲刷一日 便没了痕迹 而且棋子沉底 也不会被人打捞 算是安全 小和倒了棋子 立刻回来 更着急了 娘娘 那流言怎么办 我将南疆剧毒倒进茶水中 像是泡花茶般 平静闲事 小和还没反应过来 和手里的手帕顿时落地 在醒来时 我的床边围满了人 太医 妃嫔 女 还有裴成行 他连上朝的外袍 都没来得及换下 那样雷厉风行的年轻帝王 天之骄子 声音却有些陡 建青 你醒了 一旁的太医 立刻跪在地上 向我陈述 娘娘中了南疆剧毒 好在计量不多 陈拼尽全力 就回了娘娘的命 但是娘娘的眼睛 以后就 就看不见了 我眼前一片漆黑 确实看不见了 不是哭着要求皇上 彻查下毒之人 还是彻底崩溃 出人意料的 我没什么表情 只是沉默了片刻 在察觉到裴成行的颤抖后 甚至还开口安慰他 陛下 镜花水月 庄舟梦蝶 人生不过一场幻觉 不必看得太清楚 有时候屋里看花 反而不至于失望 我说的平静 甚至引经据点 就好像瞎得不是我的眼睛 有一个小贵人呆呆地看着我 嘴都张成了O型 裴成行听了这平静的话 却握紧了拳 骨节都犯出白 他站起身 一拳砸在桌岸上 愤怒至极 竟是失了态 荒唐 你的眼睛都看不见了 还在这里说什么物理看花的话 来人 给镇查 查出来 是谁给建青下毒 镇要将此人千刀万剐 无码分尸 天子一怒 整个大殿里的太医 妃嫔 太监 宫女 侍卫顿时全贵服在地上 大气不敢出 裴成行在大殿里焦躁地躲着步 抬脚踹翻了几个爱怒的太监 建青 你向来是什么都不在意的性子 但朕不是 你不在意你的眼睛 朕在意 我抬起眼 试着找裴成行的位置 我的眼睛没有聚焦 如宝玉蒙尘 静如深坦 况且我知道 一向平静沉稳 从容凝合的人 却流露出这样无助的茫然 更有种玉碎公轻的破碎感 果然 裴成行眉心折出一痕痛楚 紧紧握住我的手 又叫来身边最精锐的亲兵 阿七 你给朕亲自查 一天查不出来就查十天 一年查不出来就查十年 一丝一毫的线索都不许放过 他蹲下身 温暖的指腹 轻轻擦过我的眼睫 我感觉到有一滴泪 砸在我的手背上 他听起来很难过 建青 对不起 自那以后 裴成行日日都来陪我 一个夜晚 裴成行照就来看我 却愣在门边 我双眸紧闭 头颅微痒 金丝枕上的脸孔苍白如梨花 长节湿润 眼角带着泪痕 显得漆黄无助 完全不见平时的冷静从容 裴成行立刻上前 试了是我额头的温度 见没有发热 才松了一口气 我哽咽着睁开眼 是谁 裴成行心疼得无以复加 用龙袍袖口替我擦泪 建青 是震 他拥我入怀 我压抑着没有哭出声 泪水沾湿了他胸口的布料 裴成行心痛的眉间如刀刻入骨 他像红小孩一般 轻轻拍着我的背 他突然明白 我不是不在意我的眼睛 只是不想让他难过 才做出平静的样子 一瞬间 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击中 他不顾宫人的劝阻 抱了我整整一夜 直到天边浮现雨堵白 确认了我的脸颊恢复血色 呼吸清浅 只是疲倦的昏睡 他才松开手 自这一晚后 宫内宫外人人都说 皇上爱清妃 真是世间男人爱女人的极致了 自从这晚后 皇上再也没有宠幸过别人 连皇后都彻底冷落了 而且 清妃失去了眼睛 皇上便想把世间最好的一切 都拿来补偿他 确实如此 我的大殿变成了 全后宫最奢华的地方 处处摆着火红的珊瑚 雪白的珍珠 金色的戴帽 其实我看不见 他也寻来最奢华的金丝花灯 硕大的夜明珠 把我殿中的夜色 装点得亮如白昼 所有珍惜的供品 无论是灿若锦霞的脊背部 血红的赤玉指环 几百颗绿松石的项圈 无瑕的白玉当 还是西山的葵龙玉 似水的宝玉酒绝 全都是先送到我宫中 然后才轮到皇后挑选 皇后已经砸了好几批瓷器了 她温柔大度的名声 宫人们也不再相信 她确实搞不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帝王的爱 已经不在她身上 宫中有人议论 一个眼盲的女子 为何能身处非位 裴成行听了 似笑非笑 一个眼盲的女子 确实不该身处非位 传令下去 侧倾妃为清贵妃 以及 把这个背后嚼舌根的人 斩首示众 自此 宫人皆知 皇上爱清贵妃 爱的那叫一个如珠如宝 无法无天 绝对听不得半句说她的坏话 那些说我当父混在男人队中 来历不明的谣言 再也无人敢传 很快消散了 有何丞相交好的官员 在朝堂上 让皇上语录君瞻 不可独宠清贵妃 裴成行毫不留情地反驳 凭什么正要去宠爱那些雍之俗粉 建青伤了身体 毁了眼睛 他性子安静 不争不强 日日下棋 这样的女孩 怎么就碍了你的眼 我知道 时间差不多了 围棋讲究造势 每一步的棋子 看似毫无关联 但只有最后一枚棋子落下 连成大龙石 局势才会真正明了 这盘棋下了太久 也该收官了 丘烈大典 我坐在裴成行身旁 和他一起接受文成武将 皇亲国妻的拜见 我提前喝下了南疆剧毒的解药 眼睛已经复明 但我没告诉任何人 依旧在眼上蒙着白色青纱 这种南疆剧毒很罕见 太医没有解药 沈府的库房里却有 哥哥之前在南疆打圣仗 南疆王以为哥哥会屠城 但哥哥没有 哥哥甚至立下军规 不得伤害南疆妇孺老幼 不得抢夺南疆百姓钱财 南疆王感激探服 送给哥哥许多不外传的南疆剧毒 南疆神药 那些东西都堆在沈家库房 阿娘光明磊落 哥哥更是为人坦荡 他们都不泄用 但我不同 我下棋时 棋风很辣无情 多有棋轨很招 为人也绝不坦荡 他们不用 我来用 透过眼前薄纱 我看见了熟人 是皇后的弟弟 当今安王 那个把阿娘的鞋 丢进河中的人 安王 也看见了我 他眼底闪过一丝惊讶 他见过我和阿娘 他知道我是神府的人 只是 因为我的眼睛蒙着白纱 遮住了眉眼 他还不太确定 所以 他不敢贸然和皇上禀告 宴会后 裴成行要和几个臣子 独自商议正事 其他人纷纷散场 我能察觉到 一道怀疑的目光 一直跟随着我 是安王 他想看我摘下白纱的样子 这样 就能确定 我到底是不是 当年神府的那人 如果我是 但我这个早该被斩首的人 现在居然还活着 还潜伏在皇上身边 若他去禀告皇上 那我必死无疑 就算皇上不愿杀我 文武百官也会请命杀我 皇上护不住的 他还会立下大功 我一死 他的姐姐皇后 也会重新得到皇上的心 但是 现在我的身份不确定 他一个亲王 尾随妃子 总归是失礼 于是 他说要去撒尿 平退左右 悄悄跟在我身后 我和小和 走到偏远竹林里 坐在梁亭中 他躲在不远处的树后 定定看着我 我摘下了白纱 他呼吸一致 瞬间确认 我就是神府的人 我居然还没死 他转身就跑 要去营帐 禀告皇上 我从梁亭的石桌下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弓箭 我闭上一只眼睛 拉弓 搭箭 一只利箭破空 带着呼啸的风声 射中了安王的大腿 他肥胖的身躯 顿时倒在地上 鲜红的血 争先恐后涌出 他尖叫哀号 啊 谁 来人 来人 有刺客 刚刚他一心跟踪我 却没注意 这里极其偏僻 根本没人能听到他的叫喊 我不太满意 择了一声 歪了 小和也遗憾道 可不是吗 我射出第二箭 这次射中了安王的小腹 安王痛得尖声大叫 挣扎翻滚 连连求饶 谁 是谁 放过 我祖母七十岁了 七十岁失去孙子 确实可怜 如果是阿娘 哥哥 或许会放过你 但你遇到的是白剑青 我怂怂肩 记忆不惊 不是故意折磨他 小和点头附和 娘娘摘心人后 那是自然 我射出第三箭 这次直直贯穿了安王的咽喉 安王双目圆睁 煞时没了气息 我弯唇笑了 杨起手将弓箭丢进河流中 恰好和很久以前 他把我娘的鞋 丢进河流中的动作重合 小和重新为我蒙上白杀 娘娘 沈少将军教您的射箭 您居然还没忘 不止射箭 我说 哥哥教我的每样东西 我都没忘 安王被刺杀 许多人被怀疑 但是我没有 我只是一个眼盲妃子 不可能射箭 况且 我日日安静下棋 如孤月硬水高悬 从不沾染是非 刺客一直找不出来 人心惶惶 秋烈大典提前结束 丞相悲痛欲绝 很快病倒了 丞相的儿子死了 丞相的女儿皇后 又已经失宠 现在连丞相本人都病倒了 丞相府势力大减 之前被安王欺负过的人们 纷纷趁机报官 表明自己的冤情 还有妻子被安王逼死的小官 上奏到了朝堂上 裴承行震怒 而此时 丞相府获不担行 亲贵妃被下毒一案被查出 凶手竟然是皇后 负责查案的亲位 跪在地上 对裴承行禀报 陛下 贵妃娘娘中的毒 来自南疆 而且极其稀有 不在市面上流通 贵妃娘娘中毒前 全长安只有皇后娘娘的 母家丞相府 有南疆幕僚 查到这里 臣还是不敢确定 直到 臣派出训练过的狼狗 狼狗在皇后娘娘的身上 闻到了毒药的气味 不过没搜到毒药 臣以为 可能是毒药用完了 或者被销毁 裴承行静静听长 手中的玉杯被捏成碎片 暗红的血蜿蜒流下 煞时 大殿里的人跪了一地 大气都不敢出 只能听见 李公公颤抖的声音 陛下 您的手 传太医 他喊到一半 看到裴承行的脸色 顿时恐惧地闭上了嘴 裴承行没管血流不止的手 眼底一片冰冷的愤怒 臣一直以为 丞相府家风优良 皇后善良温柔 可原来 丞相府包庇安王欺男霸女 皇后更是恶毒阴狠 贱卿本就体弱 现在还差点 让这个毒妇害死 朕和贱卿说话 都不舍得大声 他竟敢给贱卿下毒 一招皇后 竟如此善妒 如此恶毒 如此虚伪 传令下去 废了他的皇后之位 择日处死 丞相府全数流放 永世不得回京 皇后得知 又惊又怒 当场晕死 几代风光的丞相府 一招轻颓 我去了关押废后的死牢 我穿着一些白衣 死牢的暖色火光照到我的侧脸上 竟然显得冷 废后看到我 顿时破口大骂 你的眼睛没瞎 你这个万人奇的贱人 你竟然诬赖本宫 我抽出回血短刀 刀身锋利无比 出窍时锐气夺人心魄 刀刃清寒 映着火光 仿佛藏力轮出生的太阳 美丽异常 他瞬间闭上了嘴 我一步步走向他 大概是我的神情实在可怕 他拼命往后缩 但是他手脚都被禁锢 再怎么躲 也只是徒劳 他看着我手里的短刀 连连求饶 你要干什么 我何时得罪过你 你别折磨我 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 我故作惊喜 我想要什么都可以吗 他如获之宝 立刻连连点头 挤出讨好的笑 可以 可以 丞相府在朝堂上 还有交好的大臣 地下室里还藏了许多珍宝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放过我 我一定让你称心如意 我点点头 笑得很灿烂 嗯 我想要什么 我不不逼近他 我想要的是蝴蝶退回永中 银河逆流九天 日升西山 沙路反转 落花重开 时光倒转 他们未死 我笑得很开怀 笑出一行泪来 你可能让我称心如意 你如何让我称心如意 见我壮若蜂魔 他知道没了希望 彻底崩溃 尖声大叫 白剑青 你这贱人 我祝你不得好死 我祝你下十八层地狱 我像是听不见他的辱骂一般 眼中泛起追忆之色 唇角带着怀念的笑 你知道吗 哥哥擅剑法 他常常在月下白衣舞剑 荧光翩翩 如油龙在水 可我和哥哥不同 我的刀法 剑法 都像杀猪一般难看 我笑了 但也像杀猪一般 快 准 狠 银芒一闪 最后一个 狠字话音未落 我已经割下了他的舌头 我贴在他耳边轻笑 你看 是很快吧 可惜 他已经无法回答 只能发出呜呜之声 听起来 像是在问我为何 我用刀刃拍了拍他的脸 为何 因为我的哥哥 是被你诬告谋反的少将军 沈韵良 他睁大的双目中 乍起惊涛 而后晕死过去 明天 他会被处以死刑 我转身离开死牢 皇后确实没有给我下毒 他是无辜的 就像哥哥没有谋反一样无辜 狼狗会围着他 是因为他衣服的绣线 在西式了的南疆剧毒里抛过 所以他身上会有南疆剧毒的味道 买通皇后身边的宫女 我做不到 但是买通绣衣房的一个小小绣女 还是很简单 其 只差最后一步 第二日一早 裴承行一下早朝 就来了我宫中 他穿着玉绿色间金线的斩绣长服 没穿龙袍 眉间贵气逼人 仿佛还是那个打马长安 引来轻木声一片的太子殿下 他牵起我冰冷的手 为我暖着 建青 西域新进贡了血狐毛 这让人做成血狐毛手套 明日给你送过来 骑士的手 可是很重要的 我点点头 裴承行伸出手 替我把脸侧一缕碎发 别道耳后 还有 正之前让人在秦岭栽满了白梅 冬日里白梅开成雪海 也可作为梨花的替代 建青可喜爱 喜爱 我笑了 陛下 来下棋吧 好 我眼盲 不能落子 所以我们下棋 都要抱方位 让他替我落子 裴承行却一点不嫌麻烦 我直黑先行 东六南十二 裴承行拿起我的黑子 替我放在东六南十二的位置 然后他也落下一子 告诉我位置 东四南十 我刚要继续 却突然皱起了眉 裴承行了然 回头看着工人们 全都出去 我自从眼盲后 耳朵分外灵敏 下棋时 只要大殿里有一点声音 我就难以忍受 裴承行对我的眼盲心疼至极 他每次都让所有工人出去 免得在大殿里发出声音 一盘棋下至终局 我突然开口 面带追忆之色 陛下 您还记得 臣妾初入宫那日吗 记得 裴承行笑着开口 那日是残冬 公道上积雪未消 你女扮男装 一席青山如春日先至 正小时候读世明 书中说 青 生也 像物生时色也 见青的意思 是见到春天 我轻轻笑了 摇摇头 不对 陛下 见青还有别的意思 裴承行笑得很温柔 那就是 取自一见青心 我又摇摇头 轻笑着开口 陛下 臣妾从五岁开始 就在路边骑摊下骑 臣妾行骑 以变诈为物 截杀为名 解多有阴柔狠招 大家都说 从没见过心这么黑的人 青 有黑色的意思 所以 他们都叫臣妾见青 我话音刚落 便故陡然发生 冷汗从裴承行的额头上流下来 他猛地撑住棋盘 几颗黑白子 突然滚落下去 他从喉中喷出一股血来 这棋子上 抹了毒药 我眼盲 他带我落子 所以我没碰棋子 没沾上毒 但他却毒渗入体 我摘下白色青纱 抬眼看着他 裴承行 他捂着心口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血液涌入喉间 几乎说不出话 剑青 你的眼睛没事 你要杀朕 是 他愕然抬起头 他的眼底 有坚硬的东西 在无声坍塌 不可能 朕不信 为什么 因为沈少将军没有谋反 你错杀了整个沈家的人 我进宫 就是为了让你偿命 我冷冷站起身 你并非明君 国之将亡 才会自毁助粮 你负了阿娘 负了哥哥 负了沈家 负了天下 他正正看着我 气息渐渐微弱 我以为他会骂我 骂我贱人 骂我阴毒 骂我不得好死 就像皇后那样 但出乎我的意料 他声音很轻 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候 气度也依旧像最高贵的帝王 但朕 不曾负你 我一看目光 没有说话 他闭上眼 睫毛微微颤抖 已经是气弱油丝 小河从屏风后冲出来 语气急切 娘娘 周副将的人在外面 等着接应咱们 我点点头 转身离开 却被拉住一摆 我回头 裴成行拉住我的一片一摆 染血的脸庞 依旧俊美如神奇 他勉强看着我 艰难开口 贱青 你对我 可曾有真情 我有一瞬的讶异 一代帝王 死前问的最后一个问题 居然是这个 裴成行 我自小读的是兵书奇谱 书上说 所谓美人计 功心伐情而已 在我这里 你的心是用来功的 你的情是用来伐的 自始至终 并无真情 我的声音微微颤抖 仇恨 愤怒 悲哀 一时间涌上心头 如海水倒灌 更何况 你还亲自下旨 杀了我神府上至将军 下至侍女 整整几十口人 裴成行喘息着看我 如果 如果我 我打断他 如果 如果 我甩开衣袍 心口传来一阵阵脚痛 不知什么时候起 我已经满脸湿泪 裴成行 你知道为什么 你的旗下不过我吗 因为 你根本不懂其道 人生如其 落子无悔 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 裴成行深深看着我 眼中有划不开的 歉疚和哀痛 血液满他的喉间 他声音很是含糊 别 哭了 下一秒 他没了气息 裴成行死了 他揣在怀威信搜 胡锦号八百分号市 中心口处的一方圣旨 掉落在地 滚到我脚边 缓缓展开 明黄色的紧箔上 黑色墨字分外清晰 笔出风锐 利透纸被 一看就知道 是裴成行的亲笔 奉天承运皇帝赵曰 白氏贱轻 财情过人 容色无双 姿意高雅 颜值端方 振爱之尽之 暂其德信财貌 均为天下女子之典范 故册封白氏贱轻 为正位中宫皇后 赐居奉一殿 养成天命 执掌奉印 统领六宫 特告天下 令使周知 亲此 连小和都忍不住 惊呼出声 这是 皇后 他要封您为皇后 恍惚间 我想起裴成行 曾经确实问过我 贱轻 你想不想当朕的皇后 当时 我以为他只是一时上头 说说而已 所以我也只敷衍过去 陛下 自古皇后执掌奉印 居奉一殿 臣妾出身微寒 又哪里是什么凤凰 原来他竟是认真的 我以为我是出身微寒的乞丐 但他觉得 我是天下典范的凤凰 就像 贱轻的意思是 从没见过这么黑心的人 但是他一直觉得 贱轻的意思是 见到春天 一贱轻心 我突然觉得很累 闭上了眼 转身离开 没有回头 小和 走吧 裴成行 那只翡翠钗 其实只是一个例外 世间诸事 大都是无两全法的 三年后 我在边远乡下的一个旗馆里 易容改姓 成了娇琪先生 正是春日 我握着书卷 背着手 在课桌间夺步 局为献举 旗法阴阳 孩子们跟读 声音清脆 局为献举 齐法阴阳 我继续读 道为经纬 方错列章 孩子们声音很齐 道为经纬 方错列章 窗外树影婆娑 阳光明亮 春风浩荡 将军府和皇宫 似乎都离我很远很远 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 恍惚间 我看到有人逆光而来 银安照白马 萨塔如流星 对我伸出手 你可愿随我到长安 还有人带泪开口 坚决无比 我已经死了一个儿子 不能再死一个女儿 又似乎有人脸眸提笔 白是渐轻 振爱之净之 册封为正位中宫皇后 钦此 但很快 这些画面和声音 全都消失不见 死生爱欲 恨海晴天 随风而逝 风风雨雨梨花 杯中美酒夜化 回眸已是天涯 全文完 打赏 册尾 练乱 第一声 再语